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白學以飄逸、瀟灑、優雅的動作而聞名 學法以學為師 我們學會優雅和自我控制 探索自我前做的價值 以及專注於地藝的提升 如果要成為一個學勤的師傅 需要大量的時間和努力 才能夠發掘身體裡面的 巨大潛力和思維的空間 投整提政 以工地生根 身中行力、投足相應 而羅漢普牌 兩個行步不丁不白 以百億探索 兩週出生 來緊外送 硬而鐵支 道指鮮肉展示 正義羅漢尊重 我開始教功夫是一九九幾年 九十年代初 有些朋友在網上看到 就算是穩 就摸在我九兩位寫字樓那裡 那時候就開始教了 慢慢慢慢一個建設一個 才正式一個星期教兩次 我教的功夫是學法 俗稱八學拳 是我們苛見七大傳統拳總之一 分從外面動作看 永春八學拳當然是無話 但是他講究 縱形取義 外應而造 但是內徑難求 我學的學法 是甚至乞見張宵自然統 自然統是我師祖 張聰榮 從永春移民去張宵 用的名字 他在張宵開始教功夫 所有他傳出來的弟子 都是用掛 傳統永春鮑的館名 因為永春鮑的歷史 有三八十幾年 在福建來說 影響比較大 福建 也是國內南方武術化人地之一 敏林的農村 保留了很多 南方古展武藝的宗跡 尤其是兵器空棉 我們今天很感謝 這個義心的兄弟 帶我們來這裡 找到義大佑的毛 否則我們都找不到 因為在山裡 都沒有路進來 還要經過別人的工廠 所以很辛苦才找到 好義心很感謝他 義大佑就是明朝的 出名的軍事家 武術家 就是福建前州人 他最大的功勞 武術家 在軍事上 就是和七繼光 抗窩 平定窩靠的參藩 武術上 他有一種南方武術 帶回北方南北武術的交用 最突出 就是他將他擅長的棍術 帶走到北少林 在北少林拱前了應用的棍法 他將軍部的武術兵器 融合南北一起 發揮了作用 他出名的武術著足 就是劍經 劍經 就將他本身 在年輕時 跟唐安人李隆陰 學的經濟重劍 將他的心得 製作了一本劍經 劍經 劍經 對後來南方武術 或者中國武術的影響很大 軍法 甚至兵法 拳術 都很多人用了他裡面的理論 去發揮 以南方武術中 在兵器來說 多數是棍為武 棍法演化出來的爬 歐蓮槍 裡面都有一些槍法 都混合進去 從兵器來說 應該就是 以劍經裡面的內容 是一種技術 作為指導師 上來的 二大後 寫了一本劍經 是南方武術最重要的字竹之一 對後世 有三片的影響 滿臨局地的流潛 棍法 基本上 都有劍經的影子 但是很遺憾 在歲月的推移 四百多年來 已經到今時 沒有人可以延整 成全了二大後 二人內劍經的內容 了 渴經的武術 和其他中國武術 都是一樣 分拳術 和器材兩大內 在拳術方面 我的親戚童 就以保錦為核心 永春白鶴牆上 他的祖師爺 是一個女孩子 叫方七良 他的方七良 他本來是跟他父親 學少年前 他是說 方七良 他平時在織布 有一天有一隻白鶴 跑到前面 他是用那個織布的梭子 給他扔過去 白鶴也是用翅膀給他彈開 他這方七良 就感覺很奇怪 白鶴為什麼會 那個翅膀那麼 那個彈度的勁那麼厲害 他就經常觀察 那隻白鶴的翅膀 腳法 那個腳的方法 所以從那個用白鶴 給他參悟出來 融合到那個 拿那個少年牆裡面進去 就演化成自己 獨自一派的白鶴 它是明末清楚發展到現在 已經三百多年了 當時 就不是叫做學鶴的 我們當時叫做學法 因為鶴就有固定的形式 招式 法是空法技術 三法 是比較內在的內容 傳統的功夫 應該在清曼谷初年 在中州 應該屬於一個比較多人學 影響力比較大 因為我師工本身 師總開通很夠 他在龍開國術館 在中州的政府會 登任主教師 他的思想開通 所有其他門派的師傅 工會 都可以請他進來 開啟啟教 沒有門派 沒有培份 所以影響力很大 自然統的功夫 除了一代傳落的永春白鶴之外 他的兵器 多數是屬於軍部 他又吸收了北方好的棍 槍、歐蓮、大刀都有 有 哪個師傅在中州 工夫好的 有特色的 他都會請回來 教學生 所以自然統的功夫 比較豐富 莫叔 帶我去哪裡 帶你去1969年 師工工的地方 我們是大間館 之前有開啤廉的 工的地方 現在自己租一層樓 這裏走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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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後座 我們當時就在這裡練 我師傅鄭文龍 1907年來香港 又在北角 一間張國泡掛牌 做電腦醫生 我本身是忠用功夫 來香港 本地學生不認識 又不認識本地師傅 我當時是春孔雞 我師傅鄭文龍 我師傅鄭文龍 有個同鄉 懂功夫 有好功夫 就去找他 聊聊 就跟他去 我師傅鄭文龍 我師傅鄭文龍 教的學生很多 幾百人 成千人 但都是很短期的 因為我們這部工夫 比較枯燥 分腐一點 悶一點 所以一般年輕人 都很能留得來 到1984年 我們結束根管 都有十個八個 在這裡 應該在九十年代的後期 有一次跟一些武林界的朋友 出來喝茶 在那裡聊 他們就說 我們哭見人 就沒有人出來救見 我想一想 我師傅1984年 回到哭見 就過了身了 在香港我的師兄弟 有些是做生意 有些是打工 有些是兒祖文 真的沒有人出來教 我就在那裡想 如果出來教 那師傅那些工夫 才能夠存下來 如果沒有 那難道 到我們這代人 就失了嗎 覺得自己有責任心 有很虔誠的心意 那時候開始 我就找幾個 喜歡我們這家工夫的人 出來教 我希望他們能夠 將我們的工夫 存下來 那這些講開 又是自己的心意 究竟這麼多年來 跟過哭學的學生 不少 但真的 可以一直 跟到今時今日 都是十個八個 其中有些人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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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大三小 有些人 學員又回來 但是我相信 透過不斷的學習 練習 學拳 漸漸 跟他們都在一起 我相信 對他們人生 或者工作 學習方面 可以起了很多 積極的正面影響 我都很安慰 我在教會的中間 我自己都學了很多 看法了很多 在今時空下 大家共同的進步 一流一流中 百樂拳前線下去 我想對於 最初學的人 會覺得悶悶 但對於我們 戴藝想 在身根學的人 就會覺得 很有趣味 因為他會解釋 李剛師傅很有心 也會很詳細解釋 為何我要做這個動作 其餘可能 有些 可以說我學了 這麼多功夫 聽過不同的人說 有些師傅 都會修修埋賣 李剛師傅 是不修修埋賣 你能夠問他 他一定會回答 因為江叔經常說 你以前 學空手道的人 太硬了 要鬆一點 他設計一些動作給我 他叫我 一定要放鬆個人力 才可以學到 百學拳裡面的東西 但也繼續下去 他沒有說什麼 他沒有說 你鬆了 或者你緊了 或者你好了 他沒有怎樣說 但是從過程中 他叫我 你學這套拳 你學這套拳 兵器方面 又叫我學棍 刀 各方面的東西 這十多年 我看著他 也是在進步 因為他不是一個 墨守成規的人 他也是一些 很新思維 很開放的人 我覺得他不會 顧布置風 他突然間 有些事情想到 我覺得 我認識他 有幾個階段 第一個 他是最壯年的階段 當時他那個 年輕 他的技術的配合 可能跟體能有關 但是到現在 他年長了 他在身體裡面的功夫 骨架的轉動 腰脊的轉換 剛柔的變化 他反而還來念了 我覺得是有幾個階段 不同的變化 但是每一個階段 我都在他身上學到很多東西 英春暴犬 經過三百多年的前程 已經流傳了很多地方 特別是台灣 海外有華人的地方 客人去到的地方 甚至沖繩、日本 都有客人暴犬的終跡 這兩張照片 是去新加坡、法拉西亞 當時是 但是經過時間的演化 沉織了一段時間 近十年、二十年來 海外的武術界 中外的武術界 中日的武術界 對中國武術界有理解 很多人開始知道 英春暴犬這件事 開始回來 尋找、探索 那件英春暴犬的內陷 幾年前去波蘭 前往歐洲空手道聯盟總會 就叫我去講個聲明 南派武術 特別廣東武術 每個人都說是 兇建少林前出來的 這麼多年 我的觀察 很多廣東拳 就是香港的廣東拳 南派功夫 特別是典橋典馬 很多跟永春暴相似的地方 洞足、伊連、招式、請來 廣告裡面的東西 都有七百分相似 這幾個跟我學功夫的人 多數是之前學過空手道 學過榮春 有些體極 其他比較乾理、乾法 比較雙類似的學生 多些 以前小時候 在中學時間玩過空手道 傳說經常說 空手道跟福建功夫很有關係 上網按鈕 說到永春八學拳就是來自福建 以及很強調那種 江游並濟、並重的關係 很想了解一下 永春八學拳的武權是三戰 最著重的都是三戰 江叔教我們都在說 學拳三戰在三戰練到死 基本上 由你學永春八學拳 直到你死的那天 都是在找三戰 所以三戰的原理、法力的基礎 整個身體結構主要在那裡 福建功夫大部分都是強調這件事 其實南派的功夫 甚至乎一些香港的廣東功夫 都會有這些強調身體結構的東西 但永春八學拳特別強調身體結構 因為它有一個很基礎的說法 力從地起 那些力點在地上發展出來 身體怎麼可以比較有系統地去發力 我想永春八學拳就是有這種特性 其他門派或其他地方的角術 或者武術 例如空手道 我想它都會有這個原理和基礎 可能是源自福建 或者它自己在當地 慢慢人們經驗了那種 如何法力、如何忌擊 之下再發展出來 我想都有一種相近性 我希望通過在我學了學法之後 可以更加好地開發它本來的功夫 對它本來學的功夫更加有幫助 不要說學了什麼 其實大家功夫的三法、道理都是一樣的 大家互相學習 大家互補重點 那就是我最感到安慰的地方 明雙百學拳就是以形入拳、仲形取義 採訪百學的動態 非名宿舍 或者飲液、拍液、斗身的動作 融入武術入面 達到它本身小用力的技法 三百多年來 對哭建南派武術 甚至哭整個中國的南派武術 影響很大 現在就有暗化學、替早化學、特津化學 為何要這樣做呢? 就是將它本身比較高硬、高猛的功夫 吸收了一些永春白學拳裡面的三法、技法 融入進去 使它本來的功夫更加精進 這是白學拳的比較特色地方 現在這個時候 很多人都覺得不適合這個社會的需要 沒有這個需要 其實不是的 在1800年來 每一個社會、每一個時代都有在 都繼續流傳、繼續傳承下去 有人修煉 特別現在這個時候 緊張的社會 以及公尼社會 我就覺得應該在 報名工作、報名賺錢的時候 生活緊張的時候 再連這些 就修煉自己的心心 就好過其他的活動 所以我覺得 不管是學法好 其他傳統工夫 太極八卦、仁衣、洪拳等等 你應該當作一個 全身、修身、修身 一種藝術、一種運動 去學習 很幸運 到今天 我覺得白學拳 不是靜止我 那些人在這裡努力 我的學生都是不斷地努力 不斷地在探索了新的東西 在這個時候 他們肯這樣努力學習 我也很高興 白學拳在其他的武術來講 影響 其實一早在以前 百多年前已經開始有影響 只不過現在我們現代人 不是太過知道 我們現代人只不過 分門、分中、分派 這樣去看 但其實大家 同源、不同流 始終一句 所以往後 我很看好 白學拳在不同方面的發展 我也希望 教白學拳和兵器 希望多些人去理解 中國武術的功夫和兵器 我也不想沒有人去教 令到每一件事失傳 我也希望現時的人 多些去理解一些歷史文化 去了解更多這些東西 深入一點 然後去學多些功夫 我本人會努力去教更多人 令大家去… 不要令這件事失傳 尤其是百學拳 尤其是我師傅 那個師傅來到香港 教了我師傅 我師傅用了這麼多心思 教我這麼多東西 我也不想因為這件事 教了我 有些人學了就不去教人 我就不想 我寧願我學了 去教更多些人 讓人們明白 原來有這件事的存在 香港其實我們經常都說 功夫之刀 很多人玩功夫 不過主要其實廣東拳多 廣東拳的圈子 或者是武術界的朋友都比較多 那可能國術界自己本身 對於武術研究 可能都比自己作為自己的一家 那我希望其實多些交流 你要根據交流 你才會豐富一些知識 退休校沒有什麼特別的 有時有空看書 寫一些東西 有時看別人的工片 打電視 最重要是早上早上做神運 每個早上早上都做一個小時 我前幾年 就將我這麼多年 學擁張白學堅的心得 草草簡單一點 寫了一本 叫《學真學真》 因為裡面的內容 是我這麼多年 有時做筆記 有時看到一些東西 摟到一些東西 紮約下來 紀錄下來 慢慢編醒一本書 我這本書就不是什麼 拼經、保證、秘符那些東西 就是希望 學過學法的 或者有興趣研究學法 可以通過裡面 我寫的東西 得到啟發 希望大家 希望大家 進步 學法 我一時覺得 不同 和平時 或者一般 常見 或者以為 是一拳一腳 講打講實 或者講歷量年的功夫 我覺得它是一種哲理 一種思維 你通過學習 學法 可以啟發你之前也好 之後也好 學過的東西 因為它是一種思想 一種思維來的 Kaiser 現在是一種思維 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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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從 lives 現在是 好像 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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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